可是你应该是歌舞多演话 为什么因为音乐就学了 因为我觉得唱歌比较简单 因为是因为我喜欢用我的身体 去表达我对生活对音乐的热爱 对 有没有想说就是 因为你刚刚那个表演 还是觉得不够 实际上还好 因为我觉得在台上 不能够是讲你的 你的动作或者是怎样 有会不到位怎样 是觉得你在台上整阵的感受有没有 这个点到了就OK了 挺激动 上来之前很紧张 因为之前几个选手都表现得很好 不会有压疑 因为每个人对舞蹈都会有不同的那些点去追求 更何况有风格不一样会 就是 对对对 有没有想过说唱歌比较简单 有没有想过说唱歌比较简单的那种 我会比较简单的有关 因为我没有想 ¡ 因为我跟歌曲会有一个 correspond伴 有可以用我的ишung area 我会用我的孩子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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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是 有没有讲到和ört一趟是 对,对,陈老师老师正面体的那个人,你有没有想到当时那一,那一,他否定的,嗯,我不用去改变别人的想法,嗯,就是,嗯,就是,嗯,用不同的,听不同的音乐吧,我觉得,然后用不同的风格的,不用风格的音乐去,去玩,去一些东西,就比如说像,嗯,这次的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比赛吧, 然后就会有,之后会有,就没有兴趣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,不同的音乐